最强装逼大王不爱女人 却在掰弯直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一次竟然连猛男老师也沦陷了 由于版本经常踩点到校 引起了老师的强烈不满 可他每次都能以不同寻常的方法 完美踏进即将关闭的校门 这让体育老师很头疼 下定决心要好好治治他 毕竟作为一名学生 总会有违反校规的时候嘛 一旦抓到把柄 就把他骂个狗血淋头 说巧不巧 老师在巡逻的时候 竟然看到版本与三个大混混走得很近 随后就看出一股浓烟飘出 本以为他们在冲滑子 冲出来以后才发现只是吹泡泡 据说学会此技能的混混们 都成功戒掉了烟 回到教室后 老师又看到两门同学举着扫把玩 就连版本也在内 老师撸起袖子就准备冲上去 却被女同学制止了 再仔细一看 版本竟然在清理天花板 而且还完美地避开了掉落的灰尘 这完美的姿势与帅气的侧颜 让老师当场沦陷 恍惚间竟产生了雪花飘飘的幻觉 当然了 这灰尘吃的也是不少 但老师仍然不肯放弃 因为下一节课就是他的课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同学们对青春期男女生的身体发育知识 非常感兴趣 就连最后排的小混混也正经为坐 根本找不到发火的机会 可回头一看 版本竟然在课桌上放了一盘热腾腾的白米饭 这简直是对老师的不尊重 虽然很生气 但只要版本吃下去 他就赢了 然而面对老师的责骂 版本却一如既往的淡定 随后自觉地站起身 倒走到领滑站了 就在老师为此沾沾自喜时 却突然想到 他到底有没有好好反省呢 于是偷偷看了一眼 结果竟发现 版本正在跟逼死的小鸟喂食 老师瞬间明白了一切 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波自我攻略可还行 今天的美术作业是 两个人一组画对方的脸 随着老师一声令下 所有的妹子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版本而去 最终 双马尾妹子 凭借超强的运动天赋 拔得个头筹 就在他幻想着 自己在版本眼中 到底是怎么样的美少女时 现实却狠狠给了他一个大巴掌 这不就是一个大猩猩吗 双马尾瞬间 犹如糟的晴天霹雳 然而其他妹子 却被版本的画赞不绝口 直到一个妹子 把版本的画倒过来 双马尾这才发现 那画上竟然是一个可爱的天使 第二天 学校准备举办一场消防演习 要求所有的同学 迅速到操场集合 可点名之后 却发现少了一个人 版本二话不说 快速冲向教学楼 来了个冰桶挑战 然后戴上口罩 就在此时 上乱大号的阿将 终于从厕所走了出来 可当看到所有的同学 都在操场避难时 瞬间慌了 回过头后 又看到匍匐前进的版本 来不及问什么 阿将立马趴到了地上 随后就被版本安全送下了龙 看到同伴们的瞬间 阿将情绪崩溃的大哭起来 版本还在里面呢 就在大家为此担心时 版本直接从窗户跳了下来 然后在降落伞的作用下 平安落地 一场消防演习 也能搞得这么惊心动魄 真是服了 我是彤彤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